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爱音乐的年轻人 当你成功的那一刻 你会感谢 你曾经所有走过的一些经历 所有遇到的事情 这个时代 以前不需要唱歌音诗 他只需要一个专业的行业整合者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中天新闻秀芳点题节目 唱KTV是很多人喜欢的休闲书压方式 每个人都有自己必点的口袋歌单 在2007年 有着这样一个至今无人能破的记录 那就是男人KTV这首冠军点播歌 在排行榜上缠连超过两年 那么在台湾突破了100万次的点阅率 而在内地更高达250万次 这个数字 现在还在持续增加 而原唱者大陆歌手胡彦斌 今天到我们节目中做客 谈创作也谈人生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带您来感受一下这首冠军点播歌曲的魅力 我是想好这首歌 我一定要让它红的 所以我才写了男人KTV这首歌 可以让它在KTV里传唱 你已经成功了 人的街 当时又唱出我的情点 彦斌的确成功了 2007年一首男人KTV 让它红遍整个华语音乐圈 专辑发行之初 只有在广播电台播放 几乎零宣传 却成为K歌榜上的超胜君 接地气的歌词 是其中成功的关键因素 讲述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 他也讲述了很多男人说不出的苦 从失恋情节到职场失忆 开不了口的苦闷 反而引起共鸣 这首被外界誉为男人都在唱的歌 女人都在听的歌 为他迎来事业巅峰 成为了第一个在台湾 开售票演唱会的内地的歌手 一个大陆歌手 一首成名曲 胡彦斌打开海外市场 上片各大综艺节目 下一首 有没有一心情 好好笑 再唱一首 没有 男人歌唱给谁来听 下一首 有没有一心情 冠军点播歌曲经典重现 实力派唱将胡彦斌唱出台湾KTV排行榜 蝉联超过两年的竞争记录 恭喜陶泽胡彦斌 跟陶泽能够在这里一起拿这个奖 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 今天拿到这个奖 真的谢谢大家 坚强实力 斩获无数音乐大奖 墙内开花 墙外乡 胡彦斌从海外轰回内地 K哥之王的宝座非常莫属 你 你 你